我覺得柯文哲的從他之前到現在 他所有的人事安排 都只有兩招 第一個 第一招叫做寄生 寄生國會 寄生別人的市政府 他把所有黨部的人 搬到國會去去領公家的錢 這不是第一招 2020年民眾黨第一次成立 進入國會的時候 大家記不記得 那時候就鬧出說 民眾黨寄生國會的新聞 為什麼 整個民眾黨 大家知道有很多部門 有組織部 秘書處 財務部 我告訴大家 除了秘書處是負責柯文哲 柯主席的貼身事務以外 其他所有部門的黨工 他全部去掛立法院的助理 安插在蔡壁如下面 安插在賴香菱下面 安插在黨團下面 為什麼 柯文哲就說他要省錢 領國家的領政府的薪水 可是這支補助款也拿了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說 為什麼柯文哲一直在喊窮 過去其實他每年也是拿了 一億的補助款 然後現在更可以拿到兩億 然後他又把所有人事都寄生國會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窮 立法院的預算書裡面 大家如果去查查看的話 每一年編給黨團的人事費 光人事費一年加起來大概九百萬 所以未來戰狼小姐姐就是去領這一份薪水 只是我不知道柯文哲會給他多少 但是國家每年有九百萬給每一個黨的黨團 去讓他聘黨團的主任 助理等等的 所以寄生國會這件事情 其實不是民眾黨的初次 再來就是之前很多人就告訴我說 柯主席離不開陳志涵 離不開戰狼小姐姐 所以大家一開始會有點壓抑說 那他為什麼把陳志涵丟出去 到黨團去當黨團主任 沒有 你錯了 他沒有把陳志涵丟出去 而是柯文哲自己也要去黨團上班 所以其實他們還是共進退的 對 因為現在柯文哲唯一 沒事的時候戰狼姐 那個主席 這邊有事 趕快來 沒有 沒有 主席你遲到了 主席黃國昌造反了 對 所以黨團的開會 包括之前政副院長的這個選舉 我們都看到就是柯文哲都到黨團去作證 其實這是很怪異的 好像一個黨的黨主席沒事可做 然後跑到這個黨團去看人家上班 團到立法院去看人家上班 這是一個很怪的事 在講到他跟蔡碧如的關係 大家記不記得年前有一次 這個民眾黨小草感恩會在台中辦 然後被人家捕捉到一幕 就是柯主席跟碧如姐 跑到停車場的外面 對對對 然後兩個人 然後背影兩個人在那邊談 那時候大家就在喘事他們談什麼 我一看到他的照片 我就在節目上說 怎麼看起來好像要分手 在講說我們兩個不合 真的不適合 對 我們還是趁早分了 看那個畫面就 果然這幾個月以後 你看之前不是傳輸說 要給他當中央委員嗎 那黃珊珊不是搶麥克風說 沒有 沒有這回事 結果真的沒有 就把他發配邊疆 也不是台中市黨部的主委 也不是黨中央的中央委員 什麼都不是 一個民眾黨這麼重要的人 居然讓他去寄生在台中市政府 柯文哲除了寄生以外 他的用人的缺點 第二個叫做耳根指軟 剛剛那個阿苗跟這個王老師 都把柯文哲講得帝王權術 跟他講得很厲害 就用人平衡 然後什麼分風反暑 坦白說我認識他這麼多年 他是很愛置筆為皇帝 他也很愛看那一些書 但是他沒那麼厲害 他真的沒那麼厲害 他沒有這麼厲害 柯文哲是一個非常懶得 處理人際關係 還有人這個事情 我記得他在卸任台北市長前 我跟他剛好有一個場合 一對一在談話 我說你們民眾黨這麼小 內鬥就這麼厲害 你卸任市長以後 你回到黨中央 你要好好處理一下人際關係 跟黨務這件事 他就說我才懶得管黨務 我根本不想管民眾黨 這是他的真心話 民眾黨只是用來選舉用的 他根本不想管黨務 也不想管人 可是那他的人事關係 到底人事安排是怎麼安排呢 我就說耳根子軟 誰在他旁邊一直說誰的壞話 誰在他旁邊構聽話 他就用這個人 就是這樣子 也沒有別的 之前藍白在談合作的時候 他簽完六點協議 回去為什麼翻了呢 因為耳根子軟嘛 周圍的女生們一直哭哭啼啼的 女眷們在那邊哭哭啼啼的 又哭又鬧又生氣 他就後悔啦 大家記不記得還有一次直播就 你們不放棄阿伯就不放棄 我其實他心裡面那時候壓力很大 並不是來自於 就是來自於他的女眷啊 如果這些人回來就說好主席 我們挺你 那他會那麼痛苦嗎 他不會嘛 而且耳根子軟不是我們說的 是民眾黨的人自己對外說 哎呀我們柯主席就是耳根子軟啊 你只要在旁邊一直爐他 他什麼都簽 大家記不記得那時候大家講說 一個當黨主席的 那你以後如果去兩岸談判的話 你還得了耳根子軟 人家一爐你就簽 蔡壁如為什麼會落入今天的狀況 就是跟他耳根子軟有關係 他確實曾經起心動念 要把蔡壁如放到中央委員 或是甚至是黨團去 但是又是這些女眷們 又哭又鬧又生氣 他不能回來 他回來我們都受不了什麼什麼的 然後柯文哲因為很怕煩 然後他就說好好好 就放蔡 就把蔡壁如放水了 才會變成今天這個狀況